四海为家 哪里才是家 生根发芽 看见加拿大 大家好 我是贝贝 来自多伦多 大家好 我是小溪 来自蒙特利尔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 哇 今天对我们的播客可是非常特别的一期呢 因为在这个16期的当口 我们的播客拥有了第一位重磅嘉宾 他呢算是我的一位新朋友 我是怎么了解到他的呢 大家知道我现在在蒙特利尔 偶尔会做一个中文脱口秀 他是我们脱口秀的老板 哎呀 干净 老板你好 他在开了这个脱口秀 我们现在只是短短做了 七八七演出的情况下 就达到了一个场场爆满的情况 其实我也对他很好奇的 我说他是怎么来了这个魄力 去做这么样的一个文化事业呢 然后在随着我和他接触的 越来越多的过程中呢 也听到了一些其他朋友对他的评论说 哎呀 这个人可是一个奇人呢 哇 有多奇呢 我说今天其实想更了解了解他 首先哈 他在加拿大最知名的老钱聚集地 Westmount 这个蒙特利尔人应该都耳熟能详哈 Westmount黄金地带开有一家咖啡馆 他还是一个知名的地产经济 资深的中文老师 金牌珠宝销售 老牌导游 是不是有太多了这title 更重要的他吸引我的一点哈 他是一个文可生 因为之前我和贝贝其实在之前的播客里面有聊过 就说什么样的人会来加拿大移民呢 其实是理科生偏多的 而这位呢是我还蛮崇敬的 觉得很勇敢的一个文可生 而且据我所知 他在小的时候就是天才少年 16岁成名 保送上大学 然后之后在中国也算是最知名的杂志吧 萌芽做了主编 他有几句名言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我觉得特别逗 他说我在皇家山是什么分量呢 就是我要是一个星期不去上班 我们那一个帽整个就会混乱 一定会找我 第二个就是更好了 就是更口出狂言 他说我可以随便进入一个领域 轻轻松松就做到10%的水平 这就是我们说的妥妥的斜杠青年 或者当你见到他满脸胡茶 你可能觉得他就是一个斜杠中年吧 本来这次请他来呢 是想让他跟大家聊一聊 在加拿大做职业选择 规划 以及如何经济方面的路线 但是随着我和他认识的越来越多 我们也能听到他在这个过程中的 畅快与不舍 虚伪与甜蜜吧 有请我们的嘉宾夏天 真的就叫夏天啊 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夏天 夏天的夏 夏天的天啊 原名就是如此 大家都习惯叫我Summer 还是还是很方便 很好记 谢谢夏天 那我首先想问哈 我感觉所有的你的这些title里面 咖啡馆老板应该是你做的相对比较长的一份职业了 那么据我所知 你也是在服务着 可以算整个加拿大最peaky的这一些用户 那你是怎么开始你的这个职业选择呢 在这个咖啡馆老板 给人感觉非常浪漫 罗曼蒂克的一个setting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是这样子的 我呢 其实是从2015年开始做这个咖啡馆的生意的 其实出发点就是很简单 过日子嘛 这个广东话说叫文情的 要去找到钱 家里面已经是处于已经有娃的状态了 一个三口之家 没有什么固定的职业 所谓固定职业就是可以一周上40小时全职的 全身心投入的这样的职业 正好呢 是我的太太呢 她对于开咖啡馆略有一些小小的兴趣 我们俩之间呢 做过一个小小的一个研究 会觉得说location可能是第一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 所以在当时蒙特利尔其实属于商业 还算是比较蓬勃发展的那段时期 2015年当时的店还是很贵的 我们当时就看中了 位于这个Westmont Square的这家咖啡店 这家咖啡店其实是很老牌 它的创始日期是1994年 那么其实在我们接店的那个时候 已经是有21年的历史了 它作为当时Westmont Square里面的第一家商业 它有一个非常稳定的用户群 这批人就是我们所讲的可以说是加拿大金字塔尖的那一批非富即贵的朋友 那么我们当时选择这个店的出发点虽然是location 但是其实我更多看中的是一种经营的这种氛围 我觉得社会的阶层可能你走在路上并不是看得很清楚 但是社区里的划分你会很明显的能够在加拿大能看出这是个好区 那个区可能就略微差一点 经济实力差一点 从它的基础设施里面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那么当时Westmont Square是一个1960年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建筑 非常的朝前 可以说这个建筑拿到今天来看仍然是很有低标意义的 所以我们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 其实就被那个氛围迷住了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当时对这个东西没有太多的认识 也不知道就所谓的金字塔街的那批人是什么样的人 纯粹是冲着它地理位置好方便 连着Atwater 然后里面的客流量很大 我当时看着 晨天就是坐在那边看店 我们掰着手指头在那数 说每天大概数着数着 可能有数出300多个客人来 我就觉得这是Amazing 这个生意可太好了 当时就恨不得在看店的第二天就把这店接过来 自己开 就晚一天就感觉损失了不少钱 当时就是纯粹是这个初衷去看中的这个店 但是进去坐了以后呢 就发现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就是每一行从你介入就是准备棋去去酝酿的时候和到你介入进去真实的开始运作 这中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异的到介入的时候呢 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场合 那你可能就好比说是你在看人下棋 你会在边上执招说 哎这个这部棋下的太臭了 你应该这样这样那样那样 那你是一个看棋的人 你真的在棋中的时候那就当局准备了 很多东西都看不清楚 那我们当时刚刚进入这个咖啡店开始营业的这段时间呢 其实对我来说的打击是很大的 好像所有的人都不认同我 就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换老板了 换老板了那我就走了 我们曾经遇过很直接的一个例子 就是来了早上大早来了个客人 看了我一眼他问我说20人呢 20是上一任老板 我说啊我说他把店卖给我了 我是新老板 我那个手还没有伸出去呢 我说你好我叫夏天 我还没伸出去呢 那人已经扭头走掉了 就Westmont就是就Algan到这种程度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但是好在说 这个咖啡店其实有一种很独特的魔力 它是一种靠魔的 靠时间 靠人情 这是我的理解 靠人情去做的这样的一个生意 跟其他类型的生意有点不太一样 他在这个慢慢的接触的过程当中呢 你去了解到了Westmont的那批人 他们也在通过跟你的交流当中 来了解你 对你的整个人性格 做事情的风格 还有准备的食物 都有一个新的纯面的了解 然后呢 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来来去去 大家很正常 有的新人来就有人走 这个太正常了 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 我收获了慢慢的积攒着自己的客人 然后把以前的老客户 上一任的老客户 转化成我的稳定客户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我慢慢的就积攒起了自己一些 在Westmont Square的一些小小的生育吧 可以用reputation这个词哈 那么这个过程是相当漫长的 如果让我自己去说的话 我觉得起码这个过程 我花了有接近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我才可以说 我真正的在那一段时间过完以后 体会到了一个咖啡店 能够坐在那气定神弦的 把一整天的生意 全部从开始做到结束 这个过程 那么我觉得 从心理学上来讲呢 你去做一个生意 它很必然的是 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一种略微带有兴奋的一种状态 你会感觉自己 什么都很想要 什么都很想改变它 你会很全情的投入的 想要去改造它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但是说实话 在对付这样的老牌的生意的时候 这种做法其实是很危险 那当时我接电的时候 这个电已经21岁了 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人去 想要去把它变好 其实是现在回头想来 还是蛮可笑的 就是 它的经营的模式是很固定 很固定 可以说是完全的old fashion 就到今天为止 我依然会为我们的那种 old school的那种精英模式 而感到特别的自豪 你会发现 所有的menu都是写在黑板上 然后呢 价格完全靠嘴说 然后老客人呢 就是来点赞的 他都不跟你说话 就到这种程度 基本上大概你 从你看到它 大概有十几米开始 你就可以开始准备它的东西了 到它到柜台的时候 已经可以是 不用立等可取 连等都不用等 直接可以立取的状态 这个是我们店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所有的人 他可以在我们这里 是fail home 就真的是感觉是 哎呀 像回自己家一样 所以在这个漫长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知道生意是 一点一点积累起来 那么我觉得 我对Westman Square 这个咖啡店的 最大的热情就是在于 去见到那些人 去认识那些人 去和他们做朋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主要收获的 其实是一个人际关系 我想先补充一个信息 就是对于生活在加拿大 或者是在蒙特利尔以外的人 我们所说的Westman西山就是 蒙特利尔最有钱 最有钱的一个社区 所以夏老板能在那里开咖啡馆 说明非常有实力 所以下面我有个问题 因为刚才老板提到说 这个人际关系非常重要 然后我很感兴趣的点就是 能不能介绍一下 你在开咖啡馆的过程中 你认识的那些比较有趣的 这些老钱们的故事 大家很想听这个老钱的故事 我也很乐意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在Westman Square开店 主要还是看中了 他这个人文氛围对吧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叫 谈笑有红如往来无白丁的地方 前省长卢西安布萨 然后加拿大人冰球队的老板 Jeff Mawson 这都是我的客人 包括加拿大的一个 著名的一个网球明星 Ujin Bouchard 他也是我的客人之一 每周六都会雷打不动的会来 这些人都其实不算是我 非常非常核心的客户群 那么其他还有一群人呢 是我每天都能见到的 绝大多数他们这群人 都居住在Westman Square里 也就是我的所谓的楼上的建筑里 或者是在Westman Square的边上的 那几栋很老牌的那个大型的condo里 所以他们会顺理成章的 会成为我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客人 比如说我前两天曾经在我的朋友圈里有谈到过 楼上呢就是有一个老客人叫Jerry Jerry是在今年的1月14号去世了 平时我们都不太了解他 可能大家接触的不是很深 但是有一段时间呢 他精神会非常好 我跟他曾经有过比较深入的这个交流 当时是有一个好莱坞的一个导演 那么他是影帝Dustin Hoffman的表弟吧 叫Jeff Hoffman 他来到Westman Square专门给Jerry拍了一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是为了描写一群曾经在 就是以色列复国战争当中 从北美返回到以色列去参战的 为了以色列的这个复国而 献出自己的力量和生命的这一群人 那么当时呢我就知道Jerry这个人呢 是他的里面的一个组织者 所以他在整个犹太人的社群里面 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这部纪录片你们在网上应该能查到 叫Unlikely Heroes 他的这个崇高的这个地位 你可以就从他的这个葬礼 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规格也很高 然后他下面来吊咽的人也很多 那么Jerry也是一种老前的一个 Westman充斥者这样的人 老前社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其实是很有社群 观念的 大家也知道老前的代表人物 一般来讲都是犹太人 这个我们讲的比较多 我粗略的估算过 我们店里大约有35%的客人是犹太人 也就是说每三个人里 大概就会遇到一个 我平时每天见到的那群人 为什么我认定他们是老前呢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Westman Square呢 是一个不能靠贷款买的地方 这楼上的所有的unit呢 因为它是co-op的那种大楼 这种性质的大楼是不允许你贷款 跟这个co-op大楼能够拿出来 相提并论的就是纽约上东区嘛 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我的老前客人们 他们自己互相之间都有很深厚的友谊 这种友谊是穿开裆裤时候的友谊 根本就不是那种退休了以后才认识的 有些人互相之间呢 有疑是跨越年代的 很复杂 我有一个客人的妹妹的儿媳妇 是我另外一个客人的儿子的教母 你想这个事情真的是 那说明一个很根深蒂固的一个connection 可以说是家族之间的这种联系 就全部都窜上了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Westmont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因为我平时在那听的比较多一些 我们刚才聊的只是随便聊一些 其中的个别的几个 我印象比较深的 因为他们好几位今年都已经去世了 另外还有一些 可以说是每一天会到Westmont Square 来办公的这些人 那么他们也是我的非常长情的客人了 基本上每天早上去办公室之前 都会到我这来换一圈 那他们这群人里面呢 也有不少是老前阶层的代表 楼上有很多的公证师律师医生 这个都是构成了整个 我们称之为上层的精英阶层 所以说我觉得 在Westmont Square 是可能是我一个 之前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 我们作为刚刚到加拿大来的新移民 我是怎么样通过一种捷径 超捷径的方法 去认识到那些 所谓的上流社会的人呢 我就超了一个最大的捷径 就是我们去他们聚集的地方 开了个咖啡馆 感谢夏天给我们的分享 因为他刚才提的这个东西 让我想到之前有一个名人 说的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话 他说伟大的作家 其实都是出自很小的地方的 因为当我们其实生活在大城市的时候 每天看似见了很多人 但是来来往往其实都是陌生人 但是当我们在一个小的地方 相对封闭的社区 我们可以仔细的近距离的 长时间的观察一个人 这样其实给这个大作家 很大的机会去 很生动的描摹这个人 我感觉夏天他是有这样的潜质的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 他是一个天才少年的文可生 但是即便比如说像我和贝贝 这种人到中年已经经过了 现实的锤打 但是没有开过咖啡厅 所以一提咖啡厅总觉得 还是一个挺浪漫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是真的去现场 看过夏天工作的啊 是非常辛苦的 基本上就是脚不沾地的 他过来跟我聊天两句 他的员工估计问了他七八个问题 所以我想问夏天 就是现在的这个咖啡馆 其实和你以前在中国做的职业 是非常的不同 天上地下的感觉 我不知道 而且刚才你也在谈话里提到 说你现在也已经是一名地产经纪了 那我不知道你是已经在 这个所谓的找钱的路上 越来越自如 抛弃掉了以前的理想和花园呢 还是还有什么别的想法 我觉得是一种很直观的眼界的区别 大家可能会有一种误解 会觉得说啊 你好像Serve的这篇客人是比较上流阶层的客人 好像感觉你自己也会被拔高一样 那我仍然是一个咖啡店店主 这个是没有变的 但是我觉得跟你交流的沟通的这些人群的不同 会给你带来一种冲击感 这种冲击感是我在这几年里得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启示 就是你不能够停下你的脚步 你一定要继续去学习 继续去挖掘你自己的潜力 你刚才提到过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就是说我试图我去从事努力的去从事某一个职业 好像很快都能做到这个职业里面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这个东西其实是有误解 我觉得所有的职业它都有自己的特殊性 你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周期去了解它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很难去抉择说我到底哪个职业好 因为你要花到一段时间你才会了解它 那么你就在花时间之前你会给自己有一个疑问 我是不适合做这一行 我应不应该去尝试这个东西 在这个上面花时间值得不值得 我觉得大家新移民都会有面临这样的一个困惑 我是继续做自己的老本行 还是去换一个跑道去尝试一个新的东西 我在上面花的时间是不是都被浪费掉 我觉得在Westmont我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要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身边习以为常的东西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一直是说我在一个大金矿里 我把Westmont Square比作是一个金矿 我在大金矿里搬石头 这个话真是一点都不假 整个Westmont是一个非常流动的钱财费 就是金融非常流动的一个地方 前来前往的地方 我在里面做的卖的是两块钱的咖啡 四块钱的拿铁 十块钱的午餐 其实是做的是非常 可以说是总金额上来讲 是很低的一个行业 这个道理我是在做了三年以后才明白 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 突然好像是突发奇想 这其实不是我 而是我的客人跟我说的 我的客人不止一次的跟我说 说Tian 说Summer 你会成功的 你一定能够做好生意 他们反复的在跟我说这个 我有时候我会忍不住 我会问他 我说 我说耶 我说但是我很累啊 我每天都在这里 我没有看到我有任何的新的这个前途 或者说转机 然后其中就有客人会跟我讲说 你为什么不试试这个行业 你为什么不试试那个行业 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 你看你能帮到我吗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对你的一种肯定 上升到了另外的一个阶层 不是肯定你咖啡打得好 也不是肯定你们家的东西好吃 马粪好吃 是吧 三明治好吃 他不是这个 他觉得对你这个人的能力 和对你这个人的这个性格 产生了一种兴趣 那我这个时候我就会问他 其中有一个朋友 他到今天为止 仍然是我的非常好的一个挚友 他是个意大利人 富尔代 真的是每年六个月 在外面独驾的那种 他跟我说一句话 他说你没有想过 你要做房地产吗 我当时看着他 我觉得这是个 很不可思议的东西 房地产是我能碰的吗 当时会有这个想法 但是好在 我有一些家庭背景吧 就是我来加拿大之前 我母亲在上海 就是做房地产开发的 所以我曾经对这个行业 是又接近又陌生 说接近呢 是因为自己的母亲 就是从事这一个行业的 耳濡目染 说陌生吧 我当时就像小夕刚才说的 是个文学青年 文学青年最看不上的是什么 那不就是那六遍事吗 所以我当时对房地产的认识 就是很粗暴的 堆满了钱的地方 就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到加拿大 既然有人会跟我说 你为什么不来做房地产 这个东西就就相比说 好像在敲打我一样 说你轻易的否定掉的这些东西 是否就是应该从你的世界当中消失的 当有人给我这个建议的时候 我没有立刻马上的去尊重他 而是我去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查 然后我发现他说的似乎是正确的 然后我就毫不犹豫的去学习了 这个房地产经济的这门课程 因为这个课程比较漫长 而学的也非常的仔细 我也经常会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跟我的那些客人们交流 他们有很多人都是全蒙特利尔 非常知名的大经济 全加拿大前1%的经济当中 起码有三个人是我的客人 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交流 他们也知道我在学习 整个威斯曼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气氛 就是他会鼓励你 他知道你在学房地产 他给你第一个感觉是 不是说你这个开咖啡店的 你好好开咖啡店 你去搞房地产干嘛 不是 他是很正面的去鼓励你 他们不断地给我打气 所以我是很感谢我的这群老前客人 他们给我带来的 不只是每天那种小小的就是营业额 五块钱 咖啡麻烦这样子 不是不单单是这些 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 有介入到我的生活当中 去给我一些很实在的建议 对我职业上是有一定的指向作用 第一年就做到了魁北科的前10% 在威斯曼这已经是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很很 很基本的一种敲门砖 他会感觉说 说你去做房地产经济了 你的成绩做得那么好 那你可太棒了 我们以后会给你 介绍多一些的朋友 介绍多一些的房源 介绍多一些的客人 他们会很乐意给你去引荐 他们手里所拥有的资源 他对你是完全是正面的鼓励的 这就是我的这群客人对我的一种改变 所以说我觉得 你们刚才问我的这些问题 并不是说我是贫困而来的 成为了一个斜杠中年人 而是说在一个累积的 自然累积的过程当中 我可能是较为幸运的 低头看了看自己走过的路 抬头又望了望天上的星星 是吧 看着月亮 我觉得自己还是有追求有梦想 所以才会再往前走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钱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们肯定是要追求 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所以在咖啡店以外的新的职业 也必然适合钱挂钩的 但是在地产经济之后 我就可以放开手 去选择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所以为什么你们第三个 看到的是脱口秀老板 脱口秀俱乐部老板 哎呦夏天 听了你聊的 本来一开始觉得你是一个 大家开咖啡厅的一个宣讲 是觉得特别好 但是最终落脚的 还是说 哎呀还是大家去考地产经济吧 但是我是了解夏天家的情况的 夏天有三个宝贝女儿 夏家三千金 说的就是她家 而且她老婆也 有过一个豪言壮语 说多生一个孩子 家里收入必须得翻一翻啊 所以也能理解这个中年男人的苦 必须得养家糊口嘛 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 一个好男人的一个样子 但是其实夏天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 咱俩有聊到 你跟我提到 你现在有了一个 终身服务的概念 那其实这个反过来 像刚才你聊的 我就想问你 既然做地产经济 这么赚钱 为什么你还要每天 早晨七点半起来 去做咖啡厅 这两个之间 你是怎么去做抉择的呢 它和你的聊到的终身服务 是不是给你有什么启示 或者想法呢 这些东西其实是不冲突的 那么我觉得现在 大家可能听说过终身服务 这个概念是从英女王说起的 就长期待机嘛 永远在工作当中 直到去世的那一周 还其实还在工作 那么我觉得在Westmond的 我看到了终身服务 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景象 楼里有大把的知名律师 公正师 我见过最高龄的是96岁 还在上班的 那其实对我的冲击是非常大 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职业 是有一种很深厚的一种敬畏的 或者说是坐下去 做好它这样的一种心理 其实我在我的咖啡店里 已经或多或少 已经开始产生这样的感觉 前面你们也开过玩笑说 我不去一个礼拜 Westmond Square就乱到了 这个有点夸张了 这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可以说 我不去一个礼拜 基本上每天可能起码会有 十二十个人会在那不停的问 Summer怎么了 他是生病了吗 他还是度假去了 他回中国了吗 为什么他不来 这个肯定是太常见了 一定会发生的 那么我在这种感觉当中 他会给我一种强化 一种印象 就是这些人 他是冲着你来的 就跟当年那个甩掉我手 扭头就走的那个客人 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跟他产生联系的是 上一任的店主 而我现在跟我产生联系的 这些人产生的关系 是挂在我的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终身服务 它是很有意义的 你下面有一大群士和人 他每天都跟你息息相关 不是说我可以说 撒手就撒手 说不管就不管 你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咖啡店是一个日复一日的这个模式 这个对我是一种很大的一种锤炼 就是你会觉得说 你的责任和义务 在某一个场合下 把它拔到高一些的位置去讲 它其实是跟很多人息息相关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很难说 你说啊 我随时随地 我把店一关 我说我度假去了 你于心不忍 真的你于心不忍 你离开的这一个礼拜 我往小了说吧 那楼上那六七十个人 就基本上每天都只能 颤颤巍巍的推着小轮车 去两个block以外的地方 去买咖啡了 顺带说一句啊 我们店门口曾经有九个咖啡店 所谓九个咖啡店的这个步行范围 大概是两百米以内 也就是说 在我的咖啡店的附近 你走路三分钟 可以找到九个咖啡店 那我现在可以很骄傲的 拍胸脯的跟你说 剩下的竞争对手都倒闭了 其中包括星巴克 包括法国连锁店 不要是倒黑 包括加拿大著名连锁店 Second Cup 蒙特里尔本土企业 加把玉 全部都关掉了 我们店仍然还开着 仍然还在继续的 为Westman的客人朋友们服务 为什么 我觉得我秉持的那个信念 终身服务是有道理的 我要在这里坚持着 是一种对别人的一种承诺 这种承诺就是确保你能喝到 早上的第一杯咖啡 和第一个牛角包 非常感谢夏天的故事 我在听他的故事的时候 其实心里有很多变化 我觉得一开始 从他聊这个 是萌芽主编到咖啡馆店展 其实像对这种事情 对我英青年来说 都是那种要仰头看 然后觉得特别浪漫的事情 然后后来又聊到说 成为完牌经纪人 然后我想说 他是不是放弃了月亮 然后选择了六便士呢 但可能夏天也在经历 他不同的人生阶段的变化 比如说因为有小孩 但后来我现在又听说 他因为做了经纪 因为找到了钱 重新又开始回到了 月亮的这个阶段 所以下面我想让夏天聊一下说 你现在主要在经营的 脱口秀俱乐部的故事 好 谢谢贝贝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俱乐部这个事情 其实是我长期以来的 深埋在心中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梦想吧 我觉得所有的梦想 在它实现之前 都是不值一提的 因为在你真正的 花力气去花功夫去 想要把它实现的 那个过程之前 你可能会经过 很漫长的准备 也很可能 它永远不会梦雅 因为很简单 就是做这些东西 需要的代价也好 成本也好 其实是会超越到 你日常生活中 所能负担的 在你的精力 钱财 人员关系之外 它还会涉及到 一些很致命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否 在这一行里 有你的天赋 有你的努力和汗水 你是否committed 去做好它 这其实跟我刚才说的内容 是与息息相关的 我觉得 当然经济基础非常重要 没有经济基础 我每天都在忙着找钱 我也没空去搞这些东西 对吧 但是有了经济基础的时候 你是否会丧失一颗 最最初的这种初心呢 很多人可能说 走着走着就忘记 自己来世的路了 或者成为了自己 最讨厌的人 这个都是太常见了 那我曾经一度也会有 这样的一种彷徨 觉得自己似乎 每天都在做着 跟钱打 跟钱有关的事情 跟钱打交道 好像离我最初的梦想 好像挺远 那么但是在去年呢 我就 夏季的时候吧 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契机 脱口秀 俱乐部源于我自己的 小时候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梦想 就是想做一个滑稽戏演员 我是上海人嘛 我们从小都是看 我几期脏的玩 哎呀 我觉得王乳刚啊 这种言顺开啊 就好像是我小时候 那种偶像一样 就小时候会对这个滑稽戏 非常的着迷 觉得自己能够做好 诶 这几年这个脱口秀 火起来了 看了以后 就发现 这个东西似乎和我之前的 那个小小梦想 是有一些联系 而且它的形式更新颖 更贴近现在的年轻人 更贴近我们现代的生活 然后它能设计的东西 也更加的宽泛 我们可以讲很多的话题 对于社会上的这些情况 对于自己的一些观念 发表自己的观念 做出一些不一样的解读 我喜剧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对人生的一种阅读和理解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 我今天还在看 乔治卡林的一个访谈吧 可以说是一个纪录片 它里面就讲说 以前都是责任 现在这个社会责任变少了 但是我们有喜剧演员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这就是我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就是在我们今时今日 回头去挖掘自己的内心 去重新看一看 你所身处的这个社会 会发现它的一些特质 你有很多话想说 那你就会把它摆在你的这个段子里面 去把它集中起来 以一种幽默的 诙谐的 好笑的方法去输出它 我觉得脱口秀俱乐部 可能就是在我这种契机和这种 憧憬之下而诞生的 那么很幸运 我也找到了非常合适的合伙人 我们两个合伙人 一个非常的认真负责 他在事无巨细 他可以安排的非常好 另外一位合伙人 很有喜剧天赋 他的稿子 他的创作都是一流的 在蒙特利尔都是一流的 那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呢 大家一拍即合 来做了这个 蒙派脱口秀俱乐部 初衷其实很简单 让大家能够在 可以说平时忙碌的生活当中 从找钱的 每一天都在找钱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释放出来 得到那么 一些时间的 内心的一种愉悦 去收获你的笑容 去敞开心扉的去笑一次 这个太重要了 大家在长期的压力之后 会慢慢的丧失笑的能力 我会觉得 中年人有时候感觉 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 蛮严肃的 需要对待的一个问题 大家没有办法去享受自己 那可平静的心 或者说去享受自己 很单纯的一种快乐 这个这样的一种 需求 我觉得 尤其在我这个年纪来看 是非常非常值得 去认真的对待的 所以我觉得脱口秀俱乐部 很有意义 就是在于 他给予我们的都市人 一个休息的一个场景 去开怀大笑的一个权利 然后呢 从这些笑声背后 你或许还有一些 更多的一些收获 了解一下我们 对于这个社会的看法 对于加拿大 对于我们身边的事物的 一些总结 那我觉得 这是值得去 继续做下去的一个地方 就是 你会再一次的 回过头来想 说我是否 回到了以前的 那个少年的心情 去 毫不掩饰的 去 赤脚 去追逐 你曾经想要的梦想 我发现这个是 这种愉悦感 是对我自己来讲 是很有巨大的冲击力 所以我们在这 从去年六月成立以来 到现在的八个月的时间里 我们其实在 很快的速度在成长 我们大家花费了 很多的精力在里面 办了一场又一场的 开放卖 收获了很多笑声 收获了许多观众 那么我就想说 这里面 其实倒是跟我之前 讲的什么咖啡店 房地产经济 其实都没有关系 我们追逐的 就是很纯粹的快乐 所以我也希望 把这一份 可以说是初心 传递给我们 所有的听众 希望大家能够 在繁忙的生活之余 能够静下心来 看一看 自己是否还拥有 开怀大笑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重要的 希望你也能 在你的生活的间隙 找到一个 能让自己沉静下来 能让自己 快乐起来的方式 其实我挺感谢 夏天给我们 非常真诚地分享的 就是跟他聊 我都能想象到 其实他年轻的时候 会有多少的锋芒 但是今天聊 这些东西 有意无意地 都被演了下去 给我们分享的 都是生活中 最真诚的 最真实的干货 而我觉得 这种脚踏实地 也是更迷人的 一个魅力吧 是非常感谢夏天 他让我们了解了 他丰富多面 立体的生活 但是他也远远不止于此 如果未来有机会 还可以希望 让他来跟大家聊聊别的 好了 感谢今天的嘉宾 夏天给我们带来 这么真诚且 精彩的故事和干货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 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听 希望我们今天的访谈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 不一样的启发 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这边 给我们留言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